火宫之际 火烧连营 火烧乌朝等等 而其中诸葛亮又是火宫计策的鼻子 他一个人就实施了数次成功的火宫计 把强大的对手曹魏兵马 烧得无不闻风丧达 心惊肉跳 可见火宫计策之惨烈 无论在小说里 还是三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火宫战役 非火烧赤壁莫属 建安十三年 曹操平定北方后 亲率兵八十万渡江 准备一举吞并 孙刘一统中原 刘备用诸葛亮记 与孙权联兵 全将周瑜以三十万人会之 御曹兵于赤壁 操船首尾相接 于令黄盖 以小舟在枯柴 惯有其中 投书假祥于操 石东南风即盖 纵火烧操船 烟火连天 人马烧逆死者慎忠 于宇备率兵机之 水路并进 操紧以身免 狼狈逃回南郡 后人根据小说三国演义 多认为火烧赤壁之计 是诸葛亮最先提出来的 而是时尚首提火攻的 却非周瑜和诸葛亮 而是另有其人 李白有诗曰 二龙征战绝雌雄 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出张照云海 周瑜曾刺破曹公 李白这首诗 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火烧赤壁 其实是周瑜实施的一次 这密严谨的 以少胜多的战役 而第一次提出 火烧对方的 也不是周瑜 而是东吴三朝元老的 黄盖黄公夫 黄盖东汉末年名将 历经孙奸孙策孙权三任君主 早年为俊丽 曾追随孙奸走南闯北 孙奸其后带孙权 官至偏江军武陵太守 三国治理称黄盖滋贸言义 善于养众 没所争讨 士族皆争为先 就是说他性情严肃 但身受爱戴 打仗时士兵们都争先恐后 又说他当官决断 事无留置 处理事情决断分明 从不脱泥带水 陈寿更说 他是江表虎臣 围绕在三国治理说 盖绍姑 婴丁凶男 辛苦备偿 然有壮志 虽处贫贱 无自同于返庸 常以父亲于奸 学叔叔 讲兵事 就是说他小时就成了孤儿 虽历尽艰辛 却终成江东名将 黄盖虽然是三朝元老 却并不以老迈老 飞扬跋扈 因此显得并不出著 不过黄盖却并非泛泛之辈 此人不仅是元武将 而且心思缜密 头脑清晰 处理各种事情得心应手 当年孙权刚刚即位时 山岳各部不愿意投降于孙权 经常在当地作乱 于是黄盖就奉命前往安抚 黄盖来到山岳后 就与那些原来的官吏说 我是个武官 武左文官 那些公文就你们来处理 要尽心尽力 我是不会用边抽杖机的处罚的 这几个官吏 七黄盖是个武将不看文书 于是就自意妄为 七上瞒下 黄盖知道后非常不满 等到掌握了他们几个不守法的证据 黄盖便对他们说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不会用边杖来处罚你们 说完就直接将几个官吏杀掉了 剩余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 黄盖这首 敲山镇虎和杀鸡害猴 玩得相当漂亮 从此山岳各部 变得安稳服帖 从这里都可以看出 黄盖是个有勇有谋 做事还有点很辣 果敢的武将 建安十三年 曹操八十万大兵压技 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吞并孙刘政权 而孙刘虽然联手 却也不过几万人马 敌众我寡 行事堪威 作为江东大都督的周瑜 更是如坐针毡 彻夜难眠 骨思破敌两次 黄盖随周瑜 鲁肃在赤壁迎战曹操 剑状变向周瑜献祭 金扣众我寡 难以持久 然刚操军方连传剑 首尾相接 可烧而走也 周瑜眼前一亮 豁然开朗道 为了实施火攻计策 就必然要取得曹操信任 否则无法接近对方 大火也就无从烧起 为此黄盖又和周瑜 制定了完美的一出苦肉计 为了做到逼真骗过曹操 黄盖不惜老迈之躯 硬生生挨了武士军棍 以至于被打得血肉模糊 皮开肉战 最后昏死过去 周瑜不尽人情之局 引得江东诸将颇有微词 私下里议论纷纷 因此也成功地骗过了 曹操派来的奸细和他本人 为火烧赤壁的顺利实施 打下了基础 事业 黄盖率数十艘装有干柴 由高的小剑炸降曹操 当小剑靠近曹军大船时 黄盖下令放火 时政刮东南风 封住火势 火界封微 瞬间曹操阵营乱作一团 曹军由此大败 赤壁这把大火把曹操烧得焦头烂额 还差点命丧华荣道 而孙刘连军经此一役后 却取得了修生养息的时机 魏魏蜀乌三足鼎立开创了最佳条件 由此可见 黄盖才是火烧赤壁的最大功臣 不过这里面有好多问题值得商榷 比如周瑜和黄盖的苦肉计 虽然瞒过了不少人 但曹操手下也不乏谋视 其中也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 比如贾许成玉等 但都没能引起曹操重视 因此曹操才遭此败计 细数火烧赤壁的成功 黄盖和周瑜计策之所以顺利实施 无非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曹操本人的原因 曹操自从先后灭掉吕布和袁绍二兄弟后 北方逐渐平定的同时也壮大了自身 随着军事力量的加强 曹操内心开始膨胀起来 他渐渐不满足于现状 把目光对准了长江以南的无数两国 曹操既于江南富饶之地 早已不是一两天了 只不过以前时机不是很成熟 而现在兵强马装 曹操又携天子以令诸侯 他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迫不及待地集结兵马 准备渡江完成统一大一 在曹操内心里 并没有把弱小的孙刘连军放在眼里 潜意识里犯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而且他还听不尽不同意见 独断专行 刚毕自由 早在他准备挥师南下时 谋是贾许 就立见曹操故宜南下 因为当时时机并不成熟 位置贾许传写道 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 荆州玉顺江东下 许建曰 明公西破元氏 金收汉南 威名远诸 军事既大 若成就处之饶 以享力士 祖安百姓 是安土乐业 则不可劳重而 江东击浮已 然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曹操 根本听不进去 一意孤行 终至惨败收场 正是由于曹操本人的武端作风 有好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事 也未能幸免 黄盖的苦肉计 也是因为曹操的轻信失察造成的 曹操手下谋士众多 并不都是平庸之辈 比如徐树和承玉 黄盖前来诈降时 被承玉识破 因为之前双方说好带着梁草来投降 但承玉看到来 投降的船吃水线很浅 而梁传因负重吃水线很深 早有一新的成语 因此看穿了黄盖的计谋 然而由于曹操狂妄自大 听不进手下谏言 所以功亏一篑 再有就是天时地利的因素 曹操人马虽然众多 但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不识水性都属于汉鸭子类型的 不然曹操也不会轻易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 而东吴将士常年在水上征战 个个都是游泳好手 又加之熟悉地形 所以一开始就占了先机 而两军交战之际 实至隆东却突然刮起了东南风 对江北的曹操来说 这可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再加上当时江面大雾弥漫 英雄纪云 曹公赤必败 行至云梦大则中 遇大雾遂迷失道路 诸多天气不利因素 也是曹操兵败的重要因素 最后一点就是黄盖的乍响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万事俱备 致欠东风 这东风不仅仅是东南风 还只实施火攻的关键人物 而想要接近曹操 并取得他信任 绝非一师 曹操素来多疑 这是人皆共知的 所以选对人物 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周瑜和黄盖 为了把事情做得逼真 万无一失 也是煞费了苦心 而黄盖冒着生命危险 以老麦躯体 硬生生挨了五十军棍 差点因此送了性命 这样真实的苦肉计 连江东朱将都蒙在了鼓里 所以曹操才能信以为真 一个江东三朝元老 无故却被一个后生 打了个半死 搁谁也不会咽下这口气 所以黄盖的诈祥 才会成功 这才能带着新草高游 接近曹操 为火烧赤壁的成功 开启了最重要的一环 假如不是黄盖 舍命来演这出苦肉计 纵然周瑜有天大的本事 再高明的计谋 也不过是水中花 竟中月罢了 接近不了曹操 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说黄盖 才是火烧赤壁的最大功臣 当之无愧 无怪呼尘寿 称其为江表之虎尘 孙氏之所厚待 黄盖得此圣域 也是实至名归